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现场介绍世界杯女子乒乓球的比赛 这次中国队是派出了丁宁和李小霞两位选手来参赛 丁宁的参赛资格是通过了亚洲乒乓球锦标赛 获得了亚洲杯的冠军 所以他也取得了这个资格 世界杯的乒乓球比赛这次是20个人 主要是各大洲的冠军 同时还有世界锦标赛的冠军 像李小霞就是2013年世界锦标赛的冠军 所以中国队现在就有两个参赛的资格 一个就是李小霞 另一个就是丁宁 丁宁是代表亚洲杯的冠军 他现在对的就是土耳其的侯美龄 侯美龄也是从中国到了土耳其的一个运动员 这个队员在今天的比赛里面表现得非常出色 他是在这个进入前八名的比赛中 是4比0战胜了 萨玛拉 所以侯美龄现在呢 从整体的技术来看啊 也是处于一个上升的趋势 他和丁宁的年龄也差不多 比丁宁大一岁 丁宁今年是24岁 侯美龄呢 侯美龄是25岁 现在侯美龄的世界排名是第32位 现在进入前八名的情况是这样 一个是丁宁侯美龄 另外呢就是日本队两个运动员 平野早石湘和石川家纯 这场比赛之后呢 应该按照顺序是两个日本运动员来对决 接着呢就是中国香港的江华军 和熊亚利的波塔 最后呢就是奥地利的选手 刘嘉对中国选手李小夏 我们先向大家介绍比赛情况 等一会儿再介绍有关的背景 这里是林次的林次乒乓球俱乐部 他们也是欧洲冠军杯的冠军 在这场比赛之前呢 丁宁是以4比0战胜了荷兰的选手李焦 而进入了前八名 而侯美龄呢是战胜了著名的选手 从他来讲他感觉很幸运 因为只有在这样的情况下才能够打这些世界的大赛 如果在中国的话就不可能来参加这样高水平的比赛 丁宁呢和刘世文相比没有刘世文的速度快和李小霞相比呢 没有李小霞的力量大 但是丁宁呢却以他的坚韧不拔 和这个在相持过程中非常稳健 而成为了他们两个之间的这样一种类型 而且丁宁呢在心态方面 可能是在中国队里边最好的 按照这个北京队的这个总教练张磊的说法呢 就是他非常的阳光 而且在2010年在当时在这个俄罗斯输掉了团体 世界团体比赛之后呢 他很快就能走出阴影 而相对来讲刘世文呢就走出来的比较晚 这个跟丁宁本身的这种心态比较好 这个比较乐观的态度是分不开的 5分钟 幫我盡力 過來 前世界冠军刘伟曾经在解说中曾经说过 就是说作为运动员来讲 实际上你的对手只有三种 一种是比你强的 一种是比你弱的 一种是接近的 今天这个比赛的情况就是对侯美玲而言 是叮咛比他明显的强 所以这个以弱对强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拼要搏 要拼要搏那就是说要冒一定的风险 如果四平八稳打的话 由于自己的实力比别人低肯定要输 所以这时候就要搏杀 你看刚才这种球就是比较赢前 而且积极的发力 在平时可能跟他水平接近的选手 这时候他可能比较稳健 这个时候就比较凶 一旦打到的话 就给对方以很大的压力 刚才丁宁是下蹲砍式发球 这也是丁宁比较独特的技术 特别是在2010年以后 他又加强了这方面的能力 突出了自己下蹲砍式发球的优势 现在尝试比分是8比7 土耳其的后面零发球 像刚才正手这一板 叮咛不是很快 也不是力量很大 但是他翻过来旋转比较强 第三个下蹲砍式发球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兵宁现在是领先两分 而其中在整个比赛过程中 他翻了三个是下蹲式发球 而且三个都见效 所以这也说明了 人必须要有突出的特长 这球打得非常漂亮 一个是在进台 这是投美龄迎前来打 叮咛的是在中台 被动的在防 9比10 漂亮 这时候丁宁的反手 是因为直线的角度比较大 这样丁宁在第一局的比赛里 就以11比9先胜利局 中央电视台 现在我们为大家介绍的是 在奥地利举行的世界杯的女子乒乓球的比赛 这次比赛是一共有20名选手参赛 它的基本的情况就是说 世界锦标赛的冠军 然后就是各个大洲的冠军 如果前面有的运动员不能够参加比赛的话 后面来替补 比如像日本的平野枣石香 包括石川嘉纯 都是这次替补上来的 主要是因为新加坡的选手 有些退出 那么另外就是向欧洲的冠军 向坡塔 包括奥地利的著名选手刘佳 中国这次是丁宁和李小霞 所以这次人民也期待着丁宁和李小霞 在最后决赛中的相遇 因为这两个运动员可以说在 近四五年中是打了20次左右的比赛 基本是互有胜负 今天在两个小时前 我和丁宁是一块做这一趟 一个中巴 一块到了赛场 那么在来的过程中 他还吃着小米的这种锅巴 我问他 我说你带了几袋 他说就带了两袋 他说在国内不怎么吃 出来有的时候喜欢吃一点零食 可能也是对心理的一种调整 陪他一块来的就是 中国女队的总教练孔灵辉 还有中国女队的教练陈斌 漂亮 丁宁随着知名度的提高 也成了很多的品牌的形象代言人 其中也是中国红双喜狂标底板 叫宁底板 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底板的形象代言 孔灵辉在赛前接受采访的时候 说丁宁在这一年半中 上升的势头非常的明显 他已经成了中国乒乓球队的中间 那么他的原来的教练 施志浩就说 从丁宁的身上看到了一种坚韧和大气 他说有些内在的气质 是与生俱来 但是后天的培养也非常重要 5-2 刚才第二局比赛中 丁宁一个是换了发球 除了下蹲砍是发球以外 就这种半高抛的发球 有一些变化 另外一个就在相持起来以后 更注意落点 刚才就是连续的给对方正手的大空档 丁宁的家是来自黑龙江的大庆 他刚才说 他说回家不多 所以和大庆的这些朋友都不是特别熟 他说这其实挺遗憾的 但是他说到哪我都讲我是大庆人 他从小就到了北京和马龙一样 到北京为北京乒乓球队开始一步一步的成长 然后进入国家青年队 进入国家队 特别是2003年 这一年他的发展非常快 就进了国清退 而且个子长得也开始突然的长高了 但是力量没有完全跟上 这几年他的力量也上来了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丁宁就形成了这种 像牛皮筋一样 非常有韧性 但是具有打球 现在又有一定的攻击力的这样一个用源 所以这个时候还没法处理 这下第0队已10比4 又取得了第二次比赛的胜利 目前是2比0 算是0线 观众朋友 我们现在是在奥地利的0次 在0次乒乓球俱乐部 为大家现场直播 女子世界杯的乒乓球的个人赛 林次这个小城市一共有20万人口 它离维也纳的距离也不太远 180公里 这个地方风景非常的优美 而且乒乓球的氛围还是非常不错的 我们所在的这个俱乐部 边教练也是从北京队过来的一个教练 他在这个俱乐部执教 而且这个俱乐部已经两次获得了欧洲的 乒乓球俱乐部的冠军 那另外呢我们也见到奥地利呢 乒乓球的男队的主教练刘延军 和女队的主教练师杰 他们都是从国内过去的 连军是从北京到了这个奥地利 而师杰呢是从这个 是从河北乒乓球队 最后呢是来到了德国 所以两个一个是男队主教练 一个是女队主教练 他们都是这个作为德国队的 目前主力的教练 后面面对着这个叮咛的发球的变化 和线路轻重的变化 有些不适应 无畏失误比较多了 一、二、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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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三边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体育馆非常小 刚才我下去量了一下 整个长是20米 宽大概就是13米左右 这个就是观众和乒乓球的挡板的距离 也就是2到3米 非常近 应该说这么大的距离 非常适合乒乓球 所以人在旁边坐着的时候 就会感觉身临其境 看起来非常好 运动员打球的时候 也觉得球能使上劲 速度比较快 这主要是由于空间比较小 造成的 跟听觉又有关系 因为空间小了以后 这个球听得很清楚 所以这时候自己的听觉 就会帮助你 觉得这个球的力量比较大 实际上它的本身的速度和力量 可能会稍微增加一点 现在看来今天这是一边倒的比赛 这次比赛一个主要的卖点呢 就是这个乒乓球啊 刚刚改成了这个有缝的 所谓的叫塑料球 也就是从1902年的时候 开始的这个赛鹿鹿的乒乓球 已经改成了这个塑料球 实际呢 它这个材料 也是有一部分相同 为这个事呢 我们还专门采访了这个 洪霜洗市场部的部长 管雅松先生 他特别介绍了 他说这个材料的名称呢 就是新材料 采用了这个醋酸纤维素 为主体的材料 取代了以消化纤维为主体的材料的 这个赛鹿鹿 那么这样有几个特点 首先呢 它环保了 另外呢 这个溶点 这新材料的溶点在230度到300度 所以不易燃烧 过去的这个赛鹿鹿乒乓球呢 上飞机都受到控制 因为它几乎每一个生产 赛鹿鹿乒乓乓乓球的球场 都着个火 所以这样的一个改进呢 是非常重要的 这方面呢 应该说洪霜洗也是做了非常大的努力 国际也受到了国际拼联的表彰 就是在这方面呢 它这个科研成果改变了 乒乓球的这个现状 为了使这个球的差异 尽可能的和原来的乒乓球差异接近 所以采取了许多的特殊工艺 现在总体的感觉 就运动员的反应啊 这个球呢 感觉变化不大 但是呢 它的这个整体的球的直径呢 可能稍微的大了那么一点 所以呢 球显着好像旋转慢了一点 速度可能也慢了一点 但是这个呢 对运动员的整体感觉来讲 影响不大 所以像这种这个乒乓球器材的改改变 就是非常有意义的 而一个呢 它已经明显的是一种环保材料 有一种概念 另外一个呢 有安全性 无毒 现在尝尝比分 10比7 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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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谢谢大家 漂亮 他们在相出起来以后 大家注意到了 红美龄是趴在进台 而丁宁是退到了中台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 丁宁的难度就相对比较大一些 这时候要了一个暂停 这场比赛今天晚上是 北京时间12点才开始 所以我们也收到了一些观众朋友的短信 有些人在等时在看球 比如山西建有乒乓球俱乐部的韩建文 就说他们在组织好了 已经整装待命 这些球友们都在给丁宁准备加油 当然像内蒙的乒乓球爱好者田蝎臣 他们是支持李小霞 但是不管是丁宁的粉丝 还是李小霞的粉丝 他们两个都是中国人世界上最优秀的 就从技术能力上来讲 我觉得李小霞可能更扎实 力量速度更好 但是丁宁在精神特质上占有优势 他比较开朗热情 尤其在关键的时候可能豁得出去 他们顶起了中国乒乓球的新一代的天地 漂亮 这样丁宁就以11比9又取得了第三局比赛的胜利 现在已经3比0领先 比赛采取7局4胜制 如果这场比赛他胜利了 不管是谁胜了 按照下一步的赛程来看 应该是和平野早诗湘和石川家屯 这对日本运动员的胜者 来争夺半决赛 这几天来到奥地利以后 特别是跟当地的教练员有很多的接触 比如像刚才说的男队主教练 刘延军 他是来自北京 女队主教练 我指的是德国队的 德国队的女队主教练是师杰 师杰就非常有感慨 他说在这个地方很接受锻炼 他说不像中国 就是后勤 专门管后勤的教练只管训练 他说在这不是 主教练 他说比如说安排一个球房 这时候他如果给你不是好的时间的话 那你就要去争取 要通过各种方式去跟他们要讲 那么运动员现在他说在德国 打球的运动员毕竟还不像中国那么多 这样有一些条件比较好的运动员 有的时候他可能从家长的角度 并不希望他当职业运动员 只是希望他把身体打好 然后上大学 这时候还要给家长做工作 给选手做工作 那么对水平低的选手 也希望他们留在队里 所以他说这样的一种煎熬 就是要跟运动员斗智斗勇 要猜他们的心理 主要还是鼓励他们 他说过去有的时候比较直接 一看你有什么问题 马上说你这不对那不对 马上队员就不高兴 所以他现在就掌握了 还是鼓励为主 因为这儿的孩子 从小家长也是以鼓励为主的 所以世杰说 当了主教练这一段时间 对自己的触动非常大 而且得到了很好的锻炼 他也讲 他说在这个地方最难的一点 就是送上来的球员 这个P子来的都不行 原因是什么 基层教练水平要低 所以在中国就不一样 基层教练可能比专业队教练水平低 但是总体来讲 送上来的选手 基本动作都不用大改 都是有模有样的 所以这一点来讲 对欧洲皮膜球的发展 现在难度也是比较大 对欧洲皮膜球训练也是 这个机球次数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人的这个技能的掌握和球打到拍子上的数量 是成正比的 你说球击了一万次和击一千次是完全不同的概念 完全有的时候它不是靠思想 它是一种肌肉的记忆 是在你打球以后呢 你这个掌握了这个 它这个动力定型之后啊 它是一种下意识的 不由你的思维控制 所以这个球必须就要练 而且要有一定的数量 当然在这方面呢 中国和欧洲差别比较大 中国队呢 练的相对比较多 欧洲呢 相对呢 练的少了一些 他们是以赛带练为主 魂美龄今天呢 主要是薄杀 就比平时的时候 球的力量要大 速度要快 冒险性要强 但是呢 要想这个能够真正的 把这个叮铃在香池中 能够取胜的话 也是很难的 谢谢 谢谢 6 5 博美玲作为目前土耳其的一名运动员 在世界上的水平也算比较高的 这次有机会参加世界杯 她也很高兴 她曾经参加了2013年的世界锦标赛 也进了前16名 这个成绩对她来讲非常不容易 这次世界杯来说 对她可能是个新的起点 6 7 6 8 总的来讲呢 侯美玲在打球的时候 她这个动作还是比较僵硬 相对来说 从一个高水平的角度来衡量的话 显得比较僵 所以这时候呢 球的 有时候位置一变的话 一调整 就容易失误 所以这个任何东西也是物以稀为贵 你少 大家都不发就你发 大家都不发就你发 一般人就不好适应 你像销球打法也是一样 除了这个女子 除了这个女子就是同龄 当时呢 在1981年拿了世界平方球锦标赛 女子单打冠军之后 在80年代后就没有任何一个销球拿过冠军 这也说明什么呢 就说明这个销球打法虽然是没有弧圈球打的先进 但是一旦打的人少的话 大家不适应的话 它仍然的有很大的机会 定点还是下蹲 砍式发球 漂亮 侯美龄的这个迎前意识还是不错的 在相持的过程中 它不退台 它迎着前面打 那结果 黄米龄在第四局的比赛中 以11比9 拿下来一局 那这样呢 反而以1比3 看落后 稍后来看第五局 欢迎订阅 选辑 喜利啤酒敞开新世界 全力呈现体育精彩赛事 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和马布里一起自由开打 三六一度多一度热爱 运动轻时尚 贵远鸟运动快乐 越精彩 向自由2015款登腾X80澎湃登场 坐在那个离球台四五米远的地方看球 那感觉确实是不一样 就是近在咫尺 那种感觉啊 很有一种现场感 好我们来看双方第五局 前四局叮咛三比一领先 所以双方球这样啊 就像弹簧一样 你弱它就强 所以你必须得加强点质量 现在叮咛恐怕后边就要加强一些质量 漂亮 在相持的过程中 节奏 落点 力量 速度 旋转 这几个要素只要用好了都可以 这个叮咛的优点 就是后发指引 他有一板球 就是你一反拉的时候 他马上也是一个反拉 这一下就变被动为主动 丁宁今年是24岁 比侯美龄小一岁 也是一批的应言 叮咛的正手比较转 摩擦住球比较转 一转了以后你想加力 你想快速都很难 創始继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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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继续 4位 Let for all Let for all 漂亮 谢谢 这也是丁宁的一个优点 就是它两边的动作非常协调 柔韧性协调性非常好 所以它这个抡起来以后就感觉特别顺手 没有哪儿卡着感觉 那后面铃呢在击球过程中啊 它这个击打的比较多 那这个摩擦和击打这个要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决定 擦网 这场比赛的胜者将和第二场就是两个日本运动员争夺前四名的胜者啊来进行半决赛 那在这两场啊这场运动员这场比赛之后呢就是平野早时相对时常加纯 然后再完了以后就是香港的江华军和巡洋力的波达哈 啊来争夺另外一个前四名的位置啊最后呢就是奥地利的选手刘佳和中国选手李小霞啊在争夺最后一个前四名的位置啊欢迎大家继续收看 漂亮 漂亮 啊丁宁是典型的能攻能防啊攻守平衡的运动员 孔刘辉呢也给他以非常高的评价啊就是认为丁宁这运动员的成长空间很大啊有时候他经常会给你惊喜 所以中国乔草球女队的总教练孔刘辉啊对他是非常看好 啊丁宁和李小霞这次呢是人们关注的焦点他们在前面的这几年呢有20次交锋基本是互有胜负那么在201年以后啊丁宁拿了世界冠军 呃这个世界锦标赛的冠军呃然后呢基本上在那以后呢赢李小霞赢得少但是在这次的亚洲杯啊他又战胜了李小霞 所以他们两个也开玩笑说说这次谁拿了冠军啊谁请大家一块吃饭 现在到了盘点10比7 运动员这个胸和稳啊也是永远要解决这个问题 有时候你稍微稳一点的时候威胁的小了对方呢反而就有机会 今天啊土耳其的选手红美龄啊表现的非常不错 虽然是1比3落后啊但是每局的比分打的都非常接近 现在又是9比10啊结果侯美龄自己发球失误了 10000这样比4比1战胜了侯美龄 取得了2014年世界杯女子翻打的前四名啊 他也是第一个进入前四名的选手 那么接下来呢将是平野早石香和石川家屯两对日本选手的 争夺的前四名的一位置 然后再接下来就是江华军和波塔 最后呢是刘家和李小霞 欢迎您继续收看比赛的情况 比赛的多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